嘿 你们好 牧师东国宝贼 郭宇林 还是那样 如果在节目过程中有提到你也认同的观点 请大家留言一个重招 我感受到友军的力量 另外三连加关注 身体健康 一夜暴富 严重声明 本系列节目有引用素材 均取资于媒体报道 真实性戴口 就请各位观看十四星甄别 我们不生产八卦 我们只是八卦的搬运工 还是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罗沙海士这首歌好听吗 扣一好听 扣二不好听 首先郭宇林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的词是比较吸引我的 但是这首歌的曲子可能不在我的点上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对于我这种自媒体人而言 噱头是大于歌曲本身的 说实话 对于我来说 这首歌其实没有刀狼披着羊皮的狼 冲动的惩罚 爱是你我这样的老歌好听 像什么爱是你我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欣赏水平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 是的 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这样的歌是最好听的 对不对 吃起来老带劲 而罗沙海士这个歌呢 我们今天不去逐句分析它里面这个歌词 我们只是来讲讲 刀狼农民门事件背后究竟始作俑者是谁 为什么这样一个诬陷了两个音乐人的垃圾艺人 在现在竟然混到了风冲水起的地步 真的 没错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类于第一阎人大鹏董成鹏 另外点赞破一万我们直接追坑啊 全员恶人之大小蛇事件 听说大S贪了 真的假的 自古阎人者霍乱朝廷 兴风作浪 残骸重量 行下作阿萨之能士 这种人自古以来最为人所不齿 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 此等阎人作派 却成为了踩着别人尸体上位之必备条件 更又甚至当阎人上位之后呀 这些不光彩的历史 被其拥躬捧为励志的心酸历程 而大鹏导演的履历就是如此呀 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虽然一直在抨击娱乐圈的明星艺人 但是像用如此之恶毒的语言 去抨击一个人 大鹏还是第一位 为什么 因为大鹏自打出道一时 他干的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 都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 现在网络发达了 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平台上道貌岸然 跟别人讲着大道理的大鹏 早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 说古早时期的大鹏作妖呀 我们就不得不提 当时他凭借着大鹏 嘚嘚嘚嘚出场爆红滋味之后 狂的没边 他一手炮制了大张伟嗑药事件 大概情况就是 当时大张伟上了大鹏的访谈节目 结果因为大张伟的身体原因 这个滴血糖犯了 导致了状态就不好 结果呢 大鹏看到了大张伟这个状态 直接发飙离场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录像 小羽老师你知道这个眼睛比较酷 是吧 然后这鼻子也非常酷 这个嘴也非常酷 那就是三脚酷 在这样一首歌曲 你要改变它 然后 什么 非一定要选择这首歌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选最少歌 为什么要一定要选择这首歌 公司要去反省费给这个之前的演唱者 你能不能就这首歌 然后就是我给你换了 因为就是说我注意到 比如说我在说翻唱会是怎么样 你会防备到我接下来问 比如说之前的超级音乐 然后那个行啊 我知道 我发想真的挺困的 来设计 你看着热的啥样 热 就这个毛毛也是根据火鸟的那个 图形的怎么了 什么 今天我怎么 晃神 突然间你什么都忘了 然后那个什么 你来问一遍 当然问题是什么 不倒动的是两位自己设计的 还是大家我有设计的 我们一起跳还是 等会 不是 为什么 然后 为什么 然后等会 那么晕了 绝对能当好一个主持人 他反应上就特别快 你现在是在跟王文博一起搭档一个综艺节目是吗 跟王文博一起搭档一个综艺节目 你等会儿啊 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那个 你说 你跟王文博在一起搭档一个综艺节目是吗 然后那个是什么 那个我今天 我跟什么 那个你反应是个反应是个特别的好位 然后今天是跟王文博一起搭档一个综艺节目 搭档一个节目 然后我觉得今天搭档一个节目 就是参长一个节目啊 参长一个节目 所以今天有一个 现在来唱歌嘛 对对对 那就是一块 加上一个节目 对吧 别绑了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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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老师 今天我做事 还就做 咱姑且就不说别的 你董成鹏 身为一个主持人 你采访的对象 明显有不正常的状态的情况下 你是否应该询问一下 你就算不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去询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那么你应该秉承着自己的职业精神 问一句他究竟还能否继续录下去 这也不过分吧 一句话的事是吧 而大鹏显然是觉得大张伟是不尊重他 毕竟当时乐队刚解散的大张伟没有靠着网络节目起家的大鹏火呀 人家大鹏是有狂的资本 而大鹏的狂至今都隐藏在他那份谦逊伪装之下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 这里我更搞不懂的是 跟大鹏一起对大张伟展开质问的余莎莎 你是凭什么有什么底气和大鹏一样咄咄逼人采访别人 你为什么 我想问一下 你是觉得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完全都 不是你想回答的 还是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采访没有必要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为什么呢 我想问你 什么呀 就你今天这种状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 对你以前 后来余莎莎没有红起来 哪怕是拍了和大鹏一样的搞笑短剧 依旧是时辰大海 也不知道他在嚣张什么劲是吧 而更离谱的是 这件事本来啊 可以因为中断录制而作罢 顶多是大张伟方赔个违约钱 可是大鹏的经纪人呢 竟然把这段视频剪辑了一下 并且以大张伟课药为题 直接发到了网上 同志们 这个人啊 用心何其毒业呀 这种事情也敢如此没有凭据的就拿出来瞎猜吗 胡庆吗 而且是没有通过官方渠道 仅通过个人散播出去一档节目的未播花絮 要知道像这种无水印的原始高清素材 只有内部人员才会有 所以 这一切的一切是经纪人打击报复吗 显然从利益的角度出发 经纪人这么做是不成利的 他就算搞死大昌尾 他也搞不到钱呢 那么谁会在这种义正词严的辱骂克要者事件中获得利益呢 显然是那个站在了道德制高点的人呢 而这个人请打出他的名字 金翅大鹏 而这件墨西友的事情最灾难的是发生在了当年那个媒体不发达的年代 大张伟不能像肖敬腾一样火速通过平台验名正身 哪怕是大张伟晋级开了发布会澄清了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视频不让他发布出去 我当然想他这视频是谁发布出去的呢 你是这样啊 我再来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大鹏只是负责节目的主持 他并不是说 其实我在刚才开场牌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关于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漏洞 那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只能是强化这方面的管理 包括最直播的这个规范 但被冤枉的大张伟还是差一点就被封杀 停工了两年 如果不是因为大张伟凭借着自己努力靠着一档综艺节目翻红 那么这个锅他会背到死 恐怕也说不定 而大张伟翻红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件克要事件被重新提及 请注意 这个时候大鹏面对的网友的口诛笔伐 开始了经典的贵辩识道歉 在归零我对大鹏的研究 我发现大鹏的道歉永远是有目的 有话术 不真宠狂甩锅 甚至是自我宣传的 而这次大张伟的平反 大鹏被骂的招架不住 就发表了一篇长篇道歉文 这个道歉可谓是茶香四溢 那么归零我再来过度解读一下我最爱的环节 第一大鹏的意思 你们别忘了 现在你们骂我是因为我有点名气了 可是我跟大张伟那件事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水平很差的网络小主持 言外之意 就是犯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请给新人机会 第二你看我那时候的表现 年轻气盛冲动 对不对 不懂事 对于我来讲 我当时那可能是一个幽默的调节气氛的行为 可是我们看当时的采访 大鹏的许多问题都是网务大张伟的点上猛攻 比方说是抄袭单飞等等等等攻击性满满 那么鱼沙沙我们就更不用提了 甚至还说啊我的这些问题能不能给你造成困扬 造成困扬你还问 大张伟回了一个啊你也就问问这个了 你看这就是大鹏幽默的调节气氛 他不幽默是不是还得打起来呀 第三我虽然承认了我是个不合格的主持人 但是我不承认我污蔑了大张伟呀 整个大张伟课要这件事 我不承认我做的有问题呀 因为这样不专业的主持方法对我也有影响 我没理由无限他呀 问题是后面的话就很矛盾了 大鹏说现在我们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所以我的态度是你们大张伟的粉丝 给我的批评我都接受 你们有足够的理由骂我 哎这个就有一点意思了啊 前面你不是不承认你对大张伟造成了伤害的吗 你不是说那些批评你不应吗 那你说粉丝有什么理由骂你呢 批评你呢 也许是大鹏只是想让别人认为自己业务不行 是吧人品还行 你们觉得大鹏的话诡辩的口衣 事实的口二 后来大鹏又搬出了家人牌 意思是你们可以骂我呀 但是不要骂我的家人呢 呵呵呵啊 这种家人牌套路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 什么博同情嘛 正常套路不丢瘾 而后来大鹏很快的就甩锅言外之意 我只不过是一次失败的采访而已 怎么就能毁了大张伟的职业生涯呢 而且我虽然主持的差 但是当时大张伟他就是不在状态呀 而且大张伟这个事之后的操作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另外大鹏还做了一波营销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事怎么样 我就再写一篇长文 我再仔细的跟大家分析一下细节 你看他又成了追查事件真相的先锋呢 你再看最后大鹏的道歉啊 意思是对不起 歉我道了 但是我是给大张伟粉丝道的啊 他不是当初被传克药了吗 那我就祝他身体健康 所以通篇读下来 大鹏道歉了没道了 但道的什么歉错在哪了 你咋嘛咋嘛 他好像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认 要我不行 小主持吗 可以原谅 内幕操作跟我没有关系 大张伟有问题啊 那我还真心祝福他的呢 我还一直给他道歉的呢 可谓是把所有的争议都无形的化解了啊 大张伟嗑药传承跟自己没有关系 而后面呢 大鹏顺便反手就点赞了吐槽大张伟的评论 高手啊 这不是啊 弹幕走一波叉叉对不对 而这几年 每当大鹏与大张伟同台 仿佛多年老友般的套近户 只能说大张伟 这人虽然嘴碎 但是他这个人还真的是不错 有关于这段事情的采访 他一直只说自己是挺冤的 但是有关于坏他的人呢 他是从来不提半句 反观大鹏导演一路争议不断 就每次有需要的时候 就拿出这些事来说说啊 喊冤卖惨 最近这部新片上映了吗 他就号称自己是一个争议满满的人 然后巴拉巴拉的卖菜 哇塞我都不吐了 对不对 大哥 你的争议是别人给你强加的吗 这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在这卖什么茶呀 按理说也是奇怪 大鹏这个人吧 这是运气爆表啊 他真的是应该感谢 自己活在了一个网络 不发达 但是包容度极高的年代 各位信不信 如果大鹏的成名作叉叉难事 放在今天播送的话 一定会被喷死 因为这里面充斥着大量的 对预线的玩弄 以及对低俗的表演 好像吗 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对不对 某班主不就是为这种 低俗的表演风格 开辟了合理的新天地吗 说句题外话 风向确实变了 前几年我喷某班主歪理的时候 好家伙被粉丝骂到山节目 现在好像他那一套 自相矛盾的话啊 歪理邪说 终于得到了粉丝了 当然了 某班主跟咱这期节目没有关系 我只是那么随口一说 大鹏的成名作呀 就是低俗 就是对女性的调侃 玩弄 甚至是公开委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懒得意思 什么意思 你不放奶呀 总说呀 来叔叔接点奶啊 不然哎哎 谢谢 哇 响了 听见没 没有啊 你是不是有东西没结账啊 没有啊 我收一下来 走吧 机器坏了 诶 响了 是不是有东西没结账啊 没有啊 你转过来 我收一下来 走吧 机器坏了 我也有东西没有结账呢 你们不收一收 走吧 走吧 干嘛 你收了 你动啊 干嘛 咱们 呸 臭不要脸 跑步不快摘女孩便宜是吧 你管我干什么玩儿 好好拍你的得了呗 像这样的段子你们觉得好笑吗 无双大雅的口一 不舒服的口二 这不就是容貌歧视加公然违宪吗 还赤裸裸的装成幽默 我们节目不止一次说了 幽默也是要分情况的 也是要有度的 小两口关在家里 说点情趣小玩笑 这无上大雅 但是你把这些私密笑话 对别的女性开黄枪 那就是猥琐呀 余老师光着屁股唱昆曲 固然好笑 但你不能真的那么演呀 为什么 因为大家对幽默都是有度的 而叉叉男士里面 是有诙谐幽默的小包袱 但也有掺杂着各种令人不适的婚段子 就我个人来说 是很不舒服的 可能您觉得倍儿有意思 那还是因人而异吧 那么大鹏这个人 对自己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要上位脸干肺 勤战队是大鹏的惯用手段 哪怕是作为一档竞技节目的 中立性质的主持人 大鹏也要站个队 刷点存在感 当面对李成如质疑 靠着抄袭上位拍尽烂片的郭小瑟时 同为天涯纯烂人的大鹏 直接公开站队郭小瑟 并且回怼李成如 暗奉其遗老卖老 并指自己这么说 就是海纳百川 让不同的声音在舞台上绽放 郭敬平导演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不同的判断 但这一次李成如导演 我占他 我占他 而且你刚才说小小年纪 是我们是小小年纪 我们也拍了几部电影 但是作为一个我们尊敬的老前辈 咱们都小小年纪过 虽然我们有不同观点的交锋 但并不代表着 跟我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说的就是错的 我们鼓励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畅所欲言地来分享 不然的话 我们为什么请四位导演 请一位就够了 希望还是能给一些空间 让不同的声音 在这个舞台绽放 那么李成如不就是 不同的声音了呢 怎么你的海就 纳不了李成如的川了呢 简直就是可笑 只能说大鹏的战队 第一是看到了 郭小四背后的资源 第二也可能是 所谓的英雄西英雄 毕竟当年 大鹏抄袭这个事 可不比郭小四干净多少呀 又是那党名为 嘚啵啵的节目啊 然后被人扒出了 其片头抄袭的是 外国著名的脱口秀综艺 柯南秀 而且还被柯南秀点名了 我们在中国的食堂里面 这集是在画面中的 他已经开放了 这集是叫大汤 我们不理解了 这集中的一个 是双边的 小汤的演唱会 和大汤的演唱会 是完全正确的 发展出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被决定了 所以我们也开始讲 那是最 saddest thing I've ever seen No That That really bummed me out When I saw that Na Peng also issued an apology Take a look And then he ended his apology With a sorry dance Sorry, sorry, sorry Here's the thing Yeah, I mean First of all, I don't know Na Peng, if you're watching I now feel bad that I made you feel bad He seems like a nice guy And you know Now I'm sorry I brought the whole thing up We were just looking to fill time Exactly That's what we're ever doing We thought we could kill him in a minute or so Yeah, you didn't have to apologize And you didn't have to stop using our opening You know, you're just a small online talk show in China And frankly, I was flattered That you ripped us off I took it as a compliment So to make things good Because I want to make things right I decided to have our graphics department Create an entirely new opening Just for your show I'm serious You can use this It's made by our great graphic artist here It's now your show opening If you want it Take a look That's nice ijui We can do that Also That Peng To emphasize Just how sorry we are Here's our There was no need to apologize Sorry for making you feel bad 再然后面对正主的点名 大鹏选择道歉 而道歉的方式是跳舞 然而柯南秀也直接没有那些弯弯绕 直接嘲讽兴致的说 你的节目不过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脱口秀而已 言外之意就是你就算再这么凑 你也蹦跶不了多厉害 你也不要道歉了 我送你个新片头不就行了吗 然后面对着对方的嘲讽 大鹏乐呵呵的就这么直接用了别人的新片头 并美其名曰 能不能叫柯南把西服也给他送来 请把无耻打在公刑上 关键是当年美滋滋嬉皮笑脸的硬冲柯南秀的大鹏 突然柯南先生自己说 哎呀这件事就是跟我们闹着玩的 然后大鹏我送你个片头吧 于是网上开始表扬我 说大鹏你太棒了 那你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 你这种娱乐精神让国外的节目都愿意跟你过招 其实骂我的和毁我的是一拨人 表扬我的也是一拨人 四年后眼见这件事没有热度了 就拿出来再炒炒冷饭 并且直接把锅甩给了包装公司 是他们制作的片头呢 与我无关 我去是真的不要脸呢 你说大张伟事件 你甩锅给团队与你无关 超级事件又是甩锅给团队与你无关 和着你这个节目做的怎么样 怎么走流程 全然跟你这个主持人无关呗 和着大鹏嘚嘚嘚嘚大鹏不顶用呗 那你没那分量你朝着大张伟拽什么呢 你没那分量你还回应柯南干什么呢 可见大鹏确实很贫 向下使招向上挣扎 而就这么一个人 现在新电影要上映了 这些营销号又卖弄什么 起演技好技术家 得讲了我心死了 大鹏现在采访是说 给观众留下猥琐的印象 不是我的初衷 大哥你出道所有的点都围绕着猥琐来的 你这不是初衷 难不成你想通过表演这些猥琐的行为 来表现你的伪光正吗 你中什么音才能接什么果好吗 不过就很奇怪啊 为什么现在放着那些得意双加的年轻演员 我们不去用 我们不去给机会 而就这样一身污点 争议满满的演员 就非要给他提供平台的 观众们 你们是真的喜欢大鹏 想看到大鹏吗 扣一想看扣二不想看 我很不理解呀 除了张朝阳 大鹏的背景后台到底是谁呀 是不是这么硬 砖吗 还有当年大鹏的第二部电影啊 缝纫鸡乐队呀 你说人家影评人 干的就是做影评的啊 你不同意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论点 去予以利争呗 对不对 人家跟你评论电影 你直接人身攻击 还要线下约价 并且说对方是讹诈自己 三评所要五千元 结果人家回应了 第一 人家是点应看的你的电影 第二 人家看电影有自己的喜好判断 对自己的评论是负责的 而且对方还很硬气的说 你说我啰嗦 那么请你拿出证据 不然你就是 你诽谤我呀 他诽谤我呀 结果呢 大鹏再也没有回应过 怂了 大鹏就是这样 频频造谣 然后就等着最后啊 给自己带一波流量 郑主不回应呢 大鹏就会自己 时不时的拿出这件事来说一说 来给自己带带热度 不然的话 大鹏的回应啊 要不就是四年 要不就是七年 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更无语的是 大鹏对待造谣的态度 那是相当的硬气啊 想当初 在刀狼几首 快智人口的歌曲 掀翻了华语乐团的 遮羞布之时 让许许多多 高高在上的音乐人 不得不重新审视 是啥形式 以往的流行歌曲啊 主打的受众 其实那儿都很有限 对吧 各自有各自的领域 有主打老年人市场的 年轻人市场的 是不是啊 男性市场的 女性市场的 各个领域 可是刀狼的歌曲 则做到了老少嫌疑啊 是吧 2002年的 船上渡和市场成绩 傲视群雄 于是便有了主流音乐人 纳英评讲时 对刀狼的一番话 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刀狼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他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他 可是咱们不能 刚光靠销量 我们看到纳英说的这个话呀 他其实是挺折忠的 换句话说呀 就是我们不喜欢刀狼的风格 但是无怠我们确实成绩又干不过他 就这么从意思呗 倒也是符合纳英一贯傻大劫 有啥说啥的人设 这里要说明一下 作为评讲评委 可能纳英等人确实有自己的考量 但是审美这个东西吧 是因人而异的 我觉得只要不低俗 我们都应该尊重不一样的美 是不是 你不懂 自然有人懂 凭什么 因为你们几个评委不懂 就去否定一个人的成绩呀 就忤逆天下民心呀 只能说人民喜闻乐见 你不喜欢 你算老几 但是这件事 本来顶多算是 纳英不接地气的傲慢啊 可是渐渐的被某些人一传 就成为了所谓的纳英 说听刀狼歌曲的都是农民 这句话狠不狠狠呀 相当狠啊 第一 他辱骂了刀狼的歌曲吐 第二 误了并符号化了农民群体 第三 诬陷了纳英 骑士刀狼 以及农民群体 可谓是一箭三雕 就很有话题度 于是 这个话越传越广 直接就传到了 刀狼本人的耳朵里 这个话是不是 你听耳朵听他说的 而刀狼医生质问 则是把格局全都打开了 那么 为什么这个事 越传越难听呢 是谁挑唆了 纳英刀狼粉丝 常年对立了 骂声不断了 对 又是他 金翅大鹏 纳英姐姐前段时间的一句戏言 让刀狼和农民兄弟 都寒心了 就在前不久刚刚倒闭的 这个 刚刚完毕的某音乐盛典上 作为评委会主席的纳英大姐 当所有人的面 反对刀狼入围十年影响力歌手 理由是 她的歌曲缺少音乐性 纳姐还说了一句 不足的留情面的话 说去KTV里面点刀狼歌曲的 都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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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我天哪 这事比又一次的啊 在自己的节目里 凭空诬陷纳英 嘲讽农民 蔑视刀狼 所以当大鹏挑唆 刀狼纳英之中这件事 石沉大海之后 又在一档节目里 大鹏又一次的将这件事 拿出来抖抖啊 可是他所谓的为刀狼道歉 却是这样讲的 在这里我特别想通过镜头 跟一个人道歉 就是刀狼 对不起 因为2004年时候 突然全国上下就流行一个声音 刀狼出来了 谁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叫做 从刀狼的音乐 看中国全民音乐审美的倒退 因为我觉得那种音乐不应该流行 我觉得它属于七八十年代 我觉得刀狼不应该火 当然这是我十年以前我的看法 知道现在可能大家都成熟了 我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火都有他的理由 后来我把它发表在一个论坛里面 然后第二天 我的文字就见爆了 是北京一个特别大的报纸 属名不是我 是他们报纸的一个 娱乐评论板块的负责人 我当时系里特别难过 因为自己不过强大 你写的东西登在了网上 结果被别人拿去登在了报纸上 后来呢 媒体总结出来刀狼应该感谢的几个人 其中包括有感出唱片的人 也包括有那个娱乐评论人 是因为他是全国第一个 站出来批评刀狼音乐的人 但其实那个人是我 所以到最后呢 我就不停了再写 不停了再写 发在网上 可能有十个人看 我觉得你应该感谢这个条件 你文章的人 因为有了他顶文你的名 所以刀狼没有知道 有个像大鹏的人 在他并个小时候 但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当你是幼稚者的时候 没有人在乎你的声音和抱怨 所以只能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 大雨深 对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刀狼 大鹏依旧是高高在上的指责 冲刀狼的音乐 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是倒退的 而道歉的态度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 反而是指责自己抨击刀狼的文章 被人倒用了 然后就各种卖惨 意思就是你们可怜可怜我吧 你看我的文章那么火 但是我却被人倒用了 本来我应该大红大紫的 但是因为我不是绝而不是弯而我好惨 但是对于刀狼对不起 我没有歉意 对栽赃的那用对不起 我连提我都没提 明明是失害的一方 却偏偏要用受害者的伪装 来博取同情 洗白自己 这就是大鹏董重鹏的惯用套路 相信看了这几起事件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他的伎俩 只能说互联网是不公平的 当一个人靠着不正当 甚至阿杂的手段 获得了成功的时候 在荧幕前装的道貌 黯然的给别人讲大道理之时 谁会记得 谁会想到曾经的他 究竟是多么的恶心 那些被他踩过 被他伤害的人 有谁会为他们去说两句公道话 所以每当我看到大鹏在荧幕前 再创佳祭的时候 我只感觉到 真正意义上的生理不是 那鱼没人了吗 娱乐圈没人了吗 资本没人了吗 这个时代怎么了 好的 这就是本期节目 记得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大小花蛇世界 不见不散